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给各位做一个总体的回顾 等于把上学期所讲的那些要点 要义 再给你们梳理一下 我相信这样一来 你们再回顾一下 或者有机会再阅读我们发给你的讲义 你就会容易掌握它的纲领 首先我们开始就对一个戏曲史 或者戏曲研究一些很关键性的名词 关键性的名词要给它定位 这一点好像许多的学者都不注意 可是我发现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如果忽略的话 那在学术的研究 就产生各说各话的现象 因为你对戏曲 对戏剧这样两个名词 你的概念不一样 你如何去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呢 你对于这个问题的作员性或者缺入点 必然都不一样 那不一样探讨出来怎么可能相同呢 所以我常就整体研究啊 我常和各位说要用鸟看似的 鸟看似的呢你就会发现 同样谈戏曲的这个什么呢 艺术职性 我不用特质 因为特质是要经过东西方 或者中外的比较才能叫特质 我有你们没有的才叫特质 这个要比较 我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我对西方的东方的所认知它有限 但是就中国本身你可以说 中国戏曲艺术的直性 这种可以说吧 因为它呈现在一边 就像拿这样的题目来说啊 你把研究类似相关问题的书摆在一起 你看看他们探讨了 可以说没有是在同一个范围 同一个层面里边的 有些人是不模糊 因为它太明显 太明显 你比如说它象征性 歌舞性 类似这样大家都看出来的 但直性不止这些 就变成绝大目的是各说各法 但如果你给它定位 在定位里边就可以给它一个范围 里边呢 要如何切入 才准确 就像庄子里边所说的 刨丁解牛啊 这个什么呢 这个可以 可以入其肌理之间 然后恢恢复由刃有余 如果你切入点不对 你下刀一碰就是牛的大骨头 那么骨头给你臭伤的力量 刀都会断啦 或者裂开啦或者缺口啦 你还能够解牛吗 道理一样的 你如果呢 眼睛精准一点 你切下去 虽不是骨头 但是是筋肋 请问筋肋会不会磨损你的刀啊 可见你切入点还是不十分准确 你如果不是筋肋 是肌肉 但是呢人家那个纹理肌肉的纹理 比如是中纹理 结果你是用横的纹理切入 你的刀会不会很快就断啦 只有它是中的纹理 你也顺着中的纹理进去 横的纹理你也顺着横的纹理进去 这个呢刀就在那个肌肉的空隙里边 你会入到 你说是不是就迎刃阿姐啊 我们说迎刃阿姐 做学问其实也是一样啊 可是这一点呢 却学者所不注意的 我有一位朋友啊 在华东师范大学 前几天我在上海 他们也请我去讲连 这谈反 谈是这个谈天说地的谈 但是是原字边一个水谈的谈的那个谈 反就反船的反 谈反先生他写了一个什么呢 俗文学里边呢 的一个数语的定义的考证 譬如说什么叫弹词 什么叫诸弓调 什么叫做这个古词 什么叫做弹语 等等这些名词他给他考树 他寄给我看 我觉得像这样就很好 有了他这本书 在研究俗文学那就不一样 可是戏曲啊 没有这样的书 有的话就从我开始 但是我呢 所探讨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论的 而不是每一个这个戏曲的素语 有争论的 那其中几个呢 我们上学期啊 所探讨的 像戏曲 戏曲 戏曲 戏曲戏曲里边 有所谓小戏 大戏 戏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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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 这是人缘的 还有一种不是人缘的 这是从戏曲剧种的基准 由艺术上分裂的 如果以体制规律分裂 那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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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解釋一下 如果以这个腔调分的话 那么这样 我可以解釋一下 还有像腔调 这三个名词的婚姻 烈士这些都是戏剧史上 常常要观测到的 可是像戏剧和戏剧 我在课堂上已经一再和各位说过 在两次很大型的国际会议上 既然戏剧和戏曲还争论半天 所以我才说他们不述点望主 各位知道一个名词 因为时代不一样 因为空间地域不一样 他名词的定位也会不一样 就拿先生和小姐这两个词汇来说 那么历朝历大的意义不一样 戏剧和戏曲也一样 戏剧这两个字 在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边 是唐代才有的 戏剧 戏曲是宋代才有的 也就是说在唐代以前 宋代以前是没有这个名字 那他可能说的是戏 或者戏 或者戏 或者曲 等等其他不同的名词 那么我们如何给他定位呢 要兼顾古今 兼顾古今 比如说就起本意来说 戏剧 那个戏是动作性的 戏是怎么样 语言性的 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古迹 灰险 都滑稽的 我们说滑稽的 所以戏就滑稽的动作 或者读古音就古迹啦 那戏呢 就是古迹灰险的语言 就是笑谈 我们的词汇结构里边 如果去年上过课的就知道啊 我们词汇结构有各种不同的结构法 戏汉剧呢 就是同意父子 联合起来的 联合式的同意父子 所以戏就取其戏弄 剧就取其怎么样 剧谈 那也就是用古迹灰学的动作和语言 来做表演的 这在唐代就叫戏剧 那么唐代合乎这样戏剧的剧种 就是宫廷里边的怎么样 什么戏啊 唐代 参军式 可是戏剧这两个字 因为中西文化交流 就被翻成drama 或者什么之类的西方的语言 所以戏剧呢 现在被大家的共识 广义的 广义的 就变成怎么样 只要演员装扮来演故事 演员装扮 演出故事 都可以叫戏剧 因此呢 它的范围 我们传统的戏曲 或者画剧 歌剧 舞剧 歌舞剧 至于墨剧 电视剧 电影 都可以属于戏剧的范围 也就戏剧的范围是怎么样 广义的话很广的 现在呢 就取这个意义了 取这个意义 那么戏曲呢 只有世界上的戏剧 只有中国称戏曲 那可见它强调在哪里啊 曲 那它宋代呢 开始出现 就用曲作主体 来演出的戏剧 当时候呢 在南宋的时候 又可以称戏文 许多证据都可以考察出 他们是戏曲就等于戏文 是可以画等号的 那为什么呢 如果强调它的故事情节的 引人入圣 好像 当时候的收唱文学 就叫说话 我们现在说说话 谈话说话 事上是在这个古代是一种收唱文学 那么说话 那个话就是故事的意思 所以说话就是说故事 如果词画呢 或者诗画呢 就是用韵文的诗来歌唱 用散文来 这个话的故事就用散文 诗画就用诗的长短句的形式 那么它的故事情节呢 就叫做画文 画文 所以戏文就是说 根据画文改编的戏剧 他在这时候 强调它的故事情节就称戏文 强调它用曲来演出的歌唱 就叫戏曲 在宋代是这样 所以它世上就是 狭义的戏曲 或者戏文 就是南曲戏文 它的全称就南曲戏文 这个就是原生于南宋的 一种戏曲剧种 可是呢 王国伟先生 他写了我们中国第一部戏曲史 叫宋元戏曲史 它这里边的戏曲的意义 就是中国的传统 或者古典的戏剧 因此戏曲 现在的定位 就是中国传统 或者古典戏剧的意思 如果说戏剧就是 演员装扮与演故事 这样的一个定义条件 演员要装扮 然后要表演 有故事 情节 故事 本来故事的意思就是 以前的事 事上这里的故事 只是情节的意思而已 为什么要用故事呢 因为中国习惯像什么 情节演出的时候 古代的还是现代啊 古代的为多嘛 所以就习惯称故事 事实上故事在这里是情节的意思而已 合乎这个条件都叫戏曲 那么合乎戏曲哪些条件呢 就演员装扮 合歌舞乐 各位注意 歌唱 舞蹈 音乐 歌唱可以很初级的歌唱 歌舞蹈可以很初级的一种怎么样 我们说踏摇 民间踏摇的那个踏舞 那么乐也可以最初级的打击乐 不要有管神乐 还有你既然要演出戏曲的话 要有歌舞啦 戏剧要不要歌舞啊 戏剧可以不要歌舞喔 戏剧可以用叙述体 但是戏曲一定要代言体 所以他说演员装扮 合歌舞乐 以代言演故事 注意这句话 演员装扮 那合歌舞乐 以代言演故事 这就是戏曲的基本定义 所以戏剧和戏剧有没有分别啊 就有分别了 如果不给他这样定位的话 那戏剧和戏剧 在一般学者是混用的 混用的 所以在我 要写的戏剧是 唐代以前的 都是戏剧 或者只有戏曲小戏 戏剧这个阶段 那么戏剧里边又分做两大类 一个就是小戏 一个就是大戏 小戏大戏给了定位的 我是第一个人 不过现在大陆学者大概都跟着这么做 因为我和你们游校长办了一个 两岸戏剧小戏的国际研讨会和展演 在这个就把它定位 小戏和大戏 那么这个小戏 顾名示意它就是戏曲的雏形 雏形 那雏形 请问 依附在这个戏曲的艺术 雏形艺术里边 他的艺术的程度 当然都是怎么样 粗糙的 简陋的 所以演员的化妆也是怎么样 很生活化的化妆 你们有没有看过台湾这个 这个演出啊 这个落地槽歌手戏 梁山坡朱英台的演出场面 朱英台南半 女伴男装 她是怎么样 她照样穿裙子 对不对 可是她的头上戴了一个 一个男生的那个帽子 就戴那个帽子 她就女伴男装 是不是很生活化 很简单啊 穿了衣服 梁山坡穿的衣服 就当时候男人一般穿的 那个帽子也是男生一般戴的 那她的歌舞乐 她的音乐基本上可能就打击乐 她的身段呢 我们说只是一种肢体的韵力 有没有达到肢体语言啊 没有 这个就是所谓小戏啊 的这个定位 那么大戏就发展完成了 成熟了 而大戏的每一个艺术元素 当然都要超过怎么样 小戏的这个 的执行 它是提升了它的艺术 而且它这些元素 已经融会成为怎么样 各个独立的 绰合的还是成为 绰末相连的有机体啊 已经是个有机体啊 所以我给大戏下了定义 各位还记得没有 说中国大戏 是在扮演怎么样 情节复杂 引人入胜的故事 以诗歌为本质 密切 融合音乐和舞蹈 各位密切融合 就是歌五月三位要怎么样 分离的还是一体的 融会一体的 而这歌五月三个元素 事实上就是大戏的 美学的基础 艺术的核心所在 第五 加上杂技 为什么用加上啊 表示这个杂技可以怎么样 可以不要的 可以梳理开来的 也可以加入进去的 那么演员 和角色 和人物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演员要冲认角色 办事人物 这是三位一体的 不是任何一个演员 可以随便冲认角色 随便办事人物 也就是说 这个演员在剧团中 有什么地位 这个演员在艺术修为上 有什么专场 他才能去冲认这个角色 来办事这个人物 那么他的文学的形式 就讲唱文学的说唱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演员 要利用讲唱文学那样 一边说就用冰摆 一边唱 唱就用歌唱 他代演都代演 所以要特别强调 应用讲唱文学的 叙述的方式 而以代演体 用代演体 他的剧场是很宽阔的剧场 还是相当狭隘的剧场 狭隘的剧场 所以在狭隘的剧场上 所呈现出来的 综合文学和综合玉术 那么什么叫综合文学呢 就中国历朝历代 不管亚文学 俗文学 没有一样文学 不能用到戏曲 这叫综合文学 什么叫综合玉术 就任何一种表演艺术 就任何一种表演艺术 歌唱 七月演奏 舞蹈 等等的表演艺术 都可以运用到这个戏曲里面来 所以叫综合的文学和综合的艺术 而它是成为一个有机体的结合 因此它也借此呈现出了三个表演艺术的基本原理 一个是虚拟 一个是虚拟 一个象征 一个城市 所以虚拟性 象征性 城市性 象征性 虚拟性 城市性 就成为表演艺术的三个基本原理 所以把大戏来观察它的这个过程元素 三个免学的基础 歌唱 音乐 舞蹈 三个 它的再题是什么样 整个的再题是什么 故事 七则引人入圣的故事 还有表演艺术里边 在歌舞乐之外 比较什么样 比较有一种肢体的特异功能的 就是杂耍特技 杂志 这附带 那演员 当然就要演员的基本艺术修为 所以他要象征性的那个角色 他要充任他 演出他的这个 集中人物 所以演员充任角色 办事人物 这三个是一题的 这样几个了 故事 歌舞乐杂技 讲唱文学 代言体 然后演员充任角色 办事人物 八个 狭隘的剧场 九个 这九个元素 是过程 它的这个基本元素 那如果比起小戏大戏来 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小戏是简陋的 比如说故事情节 小戏是什么样的故事情节 香土的生活的琐事 很简单 很平常 它的音乐是怎么样 可能就打击乐 或者是最初级的三哥礼窑 舞蹈身段 就是一种自然的肢体的韵律 杂技 也还没有 杂技可能也应用进去 但是 甚至以它为主体 像东海皇宫那样 那演员呢 角色那时候 有没有行程 还在雏形之中 剩下角色 只有男女之北 男女的对火三哥 只有男女之北 慢慢发展成为 独角戏 看看是适合什么样的身份角色 那二小戏 就小丑为主角 小蛋为对手 就由男女发展成 小丑小蛋 再加一个可能小生 或者是两个小丑对一个小蛋 或者两个小蛋对一个小丑 这样的一种情形 所以它的艺术 也是初级的 故事是简单的 思想性呢 也不过是乡土里边的 一种大家的 生活感受 不过情怀而已 没有什么样的 了不起的东西 所以最主要的分别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故事性怎么样 一个曲折复杂 所以讲仓文学的叙述性 所以讲仓文学的叙述性 这个呢 在大戏 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小戏呢 根本不必用到讲仓文学 讲仓文学里边 包含两样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它的故事 曲折复杂的故事 一种是它丰富的音乐 所以讲仓文学的注入 就是使得戏曲大戏 完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样两者的分野 那么戏曲剧种的分裂 大陆的分裂 只有一个基准 那就是他们只用什么基准 用腔调 而他忘了 艺术基准不一样 在艺术基准 如果只有一种元素的话 你歌唱也是一种艺术基准 舞蹈是一种艺术基准 所以我们所谓的艺术基准 是一个很大的类型的分类 那一种就是人演的艺术 和木我怎么样 我人 我行演出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类 所以我戏 和人戏 人戏里边就中国戏曲还原 就是有小戏怎么样 大戏 所以从艺术来说 就可以分为小戏大戏和我戏 那我戏如果再用它的操作手法的话 各位 有傀儡戏 还有什么呀 还有皮影戏 还有影戏 不能加皮影戏 就是有 这个 有人戏 有我戏 我戏里边 还又可以分 傀儡戏 影戏 傀儡戏里边 又因为傀儡的操作手法 又可以分类 分类什么呀 用绳子拉的 叫玄师傀儡 用棍子操作的 棍子操作的 叫脏头傀儡 拐杖的脏 头就磁尾的那个头 脑袋的那个头 脏头傀儡 还有用在水里边用水的 就是水傀儡 还有用火药 来发射的 是药发傀儡 还有用小孩 小孩的模仿傀儡 叫做肉傀儡 这个肉就猪肉 鸡肉的肉 就是小孩的意思 还有一种用 手指头来操作的 掌中傀儡 那么这五种傀儡里边 悬疏傀儡 帐头傀儡 还有什么 掌中傀儡 这三种呢 是可以演出戏曲 可是药发傀儡 水傀儡 这个弱傀儡 大概只能演出杂耍特技 那批影这个影戏呢 最起先就用锁子头 就锁影 用这个锁子头 来投射在荧幕上 这个 叫锁影 也可以用什么 用纸 把纸剪成这个人形 就叫纸影 也可以怎么样 用猪皮 羊皮 驴皮 制作的 皮影 所以 从这个来分类 是艺术来分类这样子 剔曲的演进 戏曲的历史 是主题在 剧种 剧种的骨干的分野 应当就是 体制规律来分 什么叫体制规律 就是说这个剧种 它已经有一种外在的结果的模式 外在的结果模式 比如说 别曲杂技 它已经告诉你 它的制约哪一个最重要 别曲 而不是男曲 那它的体制规律的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的代表符号是什么 杂技 那么这个杂技 一个单元叫一本 一本里边有四个段落 这四个段落几乎是采取怎么样 起层转合的结构 每一个段落的构成 有一个公调 四个段落的公调 可以重复啊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啊 你总要有变化 同公调就没变化 这个在艺术在文学是 是聚会的 所以是 一个段落 一个公调 那公调底下 公调有什么过程的啊 公调就是来制约 它这个音乐的一个 整个组织结构 那也就是一个公调底下 有一些曲子 这些曲子是不是可以 随便 随便抓的 到了别曲杂句 就不能过了 所以第一只曲子我们叫首曲 首曲几乎是固定的 几乎固定就是稍微有一点 也有一些有变化 但几乎是固定的 最后的呢 也几乎是 比较固定的 那么它呢 曲子与曲子之间呢 有一些呢 是视同末路之人 是可以分离的 有一些呢 像同班同学可以拉手 吸手前进的 那么那可以吸手前进的 我们就叫怎么样 我以前把它叫做取主 一个群体 取主 我的学生呢 他专门研究这一方面 曲子汉就改称为曲断 不管怎么样 他的书写得很深入 所以就是几个曲子为骨干 但中担在可能最合一支 知取 不成组的 我们叫知取 一只鸟两只鸟啊 三只鸟那个字 但也可以写成一支铅笔 两支铅笔的知 就表示一个曲牌 所以是透过曲子和知取之间的一个罪合 那形成一个这个什么呢 有组织 有音乐这个什么呢 关联性的这个组织结构 就叫做套曲 所以一个段落 是由一个弓调之下的一个套曲 这个套曲压的运角 为什么运角重要啊 我们也曾去年的讲过 因为运角就声音的怎么样 意义形式 因声音的一种 这个会吹的地方 声音或者是意义的完成点 那么一套曲子 如果用押韵 是一个运步 还是可以一个运步以上啊 只能一个运步 所以这一套四段里边 每一段 一个弓调 一套曲 一个运步 而这四个段落的这个弓调呢 也大致啊 有一点这个规律 也就是第一则 第一段 第一段 大概都用先旅工 百分之九 九十 六七八九吧 比例非常高 都用先旅工 末后的最后一段 也几乎怎么样 百分之九十几 比例虽然没有第一则高 但是也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用双调 而中间两则 就用其他的弓调 那其他的弓调 占的比例最高的 大概是 南梨 中梨 和正弓 这三个弓调 南梨 正弓 中梨 大概都各居 百分之三十几 三十几 其他呢 少数的像商调 乐调 还有大石调 这个为数就少 而圆杂剧 的弓调 被常用的 在剧 剧本里边 世上已经什么呀 简约到四公五调 简约到四公五调 虽然呢 资安倡论有十七 这个十九公调 但事实上呢 也有十七公调 也有十三公调 慢慢减 公调 公调啊 就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公 刹 绝 辫子 鱼 工商 拾 与 � conserv 辫高 工商 变功 辫子 二四六 工商 职 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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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絕 變子 子 魚 變工 這就是等於我們的 朵蓮米花蘇拉西 然後呢 它又有什麼綠管 綠管就12個綠管 高高低低 長長短短 每個綠管都有名字 比如說第一個呢 就是什麼宗啊 黃宗 然後也有大禮 宗禮 瑞賓 應宗 等等就是綠管 以前我道平如流 現在也忘記 然後七音乘12綠管 因為每一個綠管都可以怎麼樣 都可以做一個音 對不對 每一個綠管都可以有七音 以它為基準 這叫什麼呀 玄弓 這種道理和我們六四甲子 甲魚 秉丁 物質 更新 對不對 和執酬陰謀 這樣子交互運作 所以一甲子恢復是六十年 道理是一樣的 因此呢 按照這樣的一種 就有八十四調 各位 我們的耳朵啊 不像篇虎啊 辯音沒有那麼細 所以八十四調是理論的 實際運用在唐代啊 我對音樂史並不是很在好 但西方來的就有什麼呢 蘇琪婆啊 她那時候唐代的呢 就二十八調了 二十八調到詞裡邊又減為好像十九公調 到別曲又十七公調 到南曲又十三公調 而真正用在圓札劇的 被常用的只有五公四調 所以各位把五公四調記住大概也就可以啦 五公四呢 幾公呢 是黃中公 然後呢 中禮 中禮 仙禮 正公 正公 這是所謂五公 四調 四調 商調 月調 大師調 雙調 這是別曲的五公四調 這是別曲的五公四調 正末 男性辦事的男性人物就叫正末 請問這個正末 是不是演員也要男性啊 不一定 他辦事的人物是正末 但是演員可以由女性來怎麼樣 來改辦 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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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男辦擬莊的情況 多 男辦擬莊的情況 少 因為 岳父歌跡 很多 很多 可是明代以後 就不一樣 明代宣德連監 宣宗宣德阿聯 有一個佐都 御史 佐都御史 就等於我們現在監察院的怎麼樣 院長 他建議政府 官員不可以 邪祭飲酒 那岳父歌跡不能來 邪祭飲酒 明代的這個戲劇演出 常常是在渠書之上 渠書會寫嗎 就是我們說紅地毯 渠書之上的這個演出 就是我們現在所謂唐廢戲 他呢 歌跡不能再長 所以就改變成一種 軟筒裝盪 軟筒就是 就是年輕的小男孩子 小男孩子 小男孩子呢 十來歲 不會超過十四歲 十四歲以上就算老的了 所以裝扮者 是不是很像女生呢 由那個來 軟筒裝盪 就是由小男生來辦事 所以影響到明代以後 絕大部分的戲劇演員都是怎麼樣 男扮女裝 所謂四大明代 就是這個風氣來的 有一個清代小說 叫品花寶劍 聽過沒有 品花寶劍也就是在 這個敘述當時候 這個男人啊 男人的這個 裝扮成女性的演員 那麼這些演員 後來民間稱呼他們為什麼 相公 對不對 相公 這個相公 怎麼會稱呼他相公呢 風和拜相才可以叫相公 漢代以後 其實這是我們講過的 常講的民間文學的審文而變 是由這兩個字變的 這些小男生是相姑 相姑娘 相姑就說出來就變相公 再說個小玩笑話 打麻將為什麼服不了 叫相公 掃一張牌服不了 為什麼說 你做相公啊 有沒有 因為 像這些演員 的相公 他生得出孩子來嗎 生不出來 因為他畢竟是男性 因為他畢竟是男性 所以你麻將呢 服不了的 就像女生生不出孩子一樣 你做了相公 你根本服不了 所以民間這些東西啊 很有趣的 我才從上海回來 才離開台北幾天 結果呢 朋友都說 我們台北最近幾天 發生了安死之亂 那為什麼叫安死之亂呢 民間這些語言說 非常好玩啊 對不對 以前什麼 晚軍 我看到 想半天 晚軍 喔 晚軍 就網軍啊 對不對 不是以前都說 晚軍嗎 晚軍表面嗎 事實上他就 網軍 網路裡邊的那個 那個那個 像個軍隊一樣的那個 那個 這個民間 就是這樣 現在還是如此 好 這個淡本 因此圓渣距 就淡本 末本 請問 是淡本為主 還是末本為主 末本大概佔了百分之七十 以上 淡本只有百分之三十 緣故是 參軍系的倉扶變到末 末後來發展成為歌唱藝術 所以末呢 是有根源 淡是由裝淡 淡的成立 要到金燕本來成立 所以 比較晚 好 各位 剛才我們說了半天 是不是圓渣距 有非常緊緣的體制規律啊 這些體制規律 是不是像蓋房子的時候 他已經 每一棟這個公寓的建築 每一 每一戶 事實上都同樣結構啊 都同樣結構 那每一戶之間 是不是有許多的聯同性啊 客廳在哪裡就在哪裡 客廳在哪裡就在哪裡 卧室在哪裡在哪裡 衛生設備 廚房在哪裡 這都固定的 可是海裡邊有沒有變化啊 有啊 這裡邊 會有不同的什麼啊 不同的裝潢設備啊 等等 就像不同的劇作家 會不會給他不同的故事內涵 給他的不同的 這個文學語言 對不對啊 給他不同的這個 情節的布置安排 所以 像圓雜劇這樣的 就 共同的外在的 結構體制規律 但內在裡邊 還是劇作家怎麼樣 可以掌控 圓雜劇是如此 南起細文 是不是又不同的體制規律啊 又不同 所以南起細文和北起雜劇 能不能說是 統一的這個劇種啊 它是統一戲曲這樣的一個劇種 戲曲是中華民族的 有中華民族共同的語言 有沒有可能中華民族共同的故事啊 那 別曲可以演這個梁山寶祖英台 南曲可不可以演梁山寶祖英台 可以啊 同樣用中國的語言 可是呢 它南北的語言 聲音一樣不一樣啊 又不一樣 所以同樣同中有異 而它的外在結構 體制規律又差別很大 譬如圓雜劇一本四者 傳奇有沒有限定啊 沒有 沒有限定一本多少者 所以它長短字 南曲第一本一定先離 先離宮開始 先離宮第一次曲子 點將純開始 可南曲呢 宮調也沒有固定 曲牌也不固定 別曲呢 一個角色 就是一個演員 從頭唱到尾 而 南曲主角唱得多 可是配角這樣怎麼樣 可以唱 不只 中間唱曲可以變化 甚至連一支曲子 都可以由不同的角色來 來同唱 或者分唱 或者接合唱 你唱一句 我唱一句 後邊大家要合唱 所以唱曲的形式 比起別曲來就怎麼樣 又多得多 別曲一個弓調 一套曲 一個韻布 南曲 一個段落 不一定一個公調 可以轉 公余調 轉公余調 就可以變化壓力 所以不只 一個韻布 總而言之南曲怎麼樣 自由度怎麼樣 大大的提高 所以像這個就在體制規律上 體制巨種 因此 別曲雜劇 南曲細文 不一樣 那麼傳奇又是南曲細文 別曲雜劇兩者的混血啊 混血啊 比起他的父母親來 又怎麼樣 當然又不太一樣 當然有一些相同 就像一對夫妻生出來的 阿女 有時候很像父親 或者很像母親 但有時候 兩個中和體 有時候 可能隔代遺傳 對不對 又會不一樣 所以傳奇南雜劇的體制規律 也和北曲雜劇南曲細文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是變成不同體制規律的巨種 這個分野要需要不需要啊 非常需要 尤其到了清代以後的 亂談經濟 他呢 又把那個 樂曲的這個什麼呢 完全由 詞曲戲 轉化為詩戰戲 詞曲戲意思就是用 曲牌的 對不對 是長長短短的曲牌 詩戰戲呢就是固定的 不是七個字的詩 就十個字的怎麼樣 詐 你看 是不是又更不一樣啊 體制規律啊 所以體制巨種 的分野 其實是最根本 最需要的 好 那麼第三種呢 就腔調 這一直 在這個 詩曲裡邊 一般都沒有搞清楚的 到底什麼叫公調 什麼叫腔調 都搞不清楚 我為此寫了一篇接近十萬字的論說腔調 光去探討腔調這兩個字就花十萬個字 我得了結論 我得了結論 什麼叫腔調 說方音 以方言為載體 這是什麼意思呢 方音以方言為載體 也就是說 是說 地方的那個音 發出來的那個 語音呢 它就是用 地方的語言 做它的載體 也就是方音是呈現在什麼 地方的語言上 沒有地方語言 方音能不能存在啊 就不能存在 與它載體的呈現 那腔調是什麼呢 方音以方言為載體 所呈現的語言旋律 這個語言旋律 當然是當地地方的語言旋律 所以不同的方音 就會形成相同還不相同的語言旋律啊 不同的地方語言旋律 所以地方腔調 會不會有各自特色的語言旋律啊 就會 所謂腔調是這樣子 那腔調 最基本的載體 就是語言 所以它延伸的時候 方音以方言為載體的語言旋律 這種地方的語言旋律 當地人就叫什麼啊 我們叫我們當地的土腔 這個土腔什麼時候才會有名字啊 我一下也說過了 要不要流傳到外邊啊 流傳到外邊人家才會 回過頭來稱呼 喔你這個是原生地在哪裡 所以被稱為昆山腔的那個昆山腔 是昆山的土腔離開了它 昆山本地流傳到外邊去 外邊的人稱呼這種腔調才叫昆山腔 那麼最原始的昆山腔以當地的方言為載體 可是要留播的時候 有時候要憑藉的怎麼樣 歌謠小調 所以歌謠小調 就利用當地的唱歌謠小調的方式傳播出來 所以歌謠小調是比當地的方言又高一級的怎麼樣 那樣音樂化的載體 再往上層 就施暗體 再往上更高一點這種曲牌 載體 也就是說再提的這種語言旋律的這種音樂藝術性的體驗會不會越來越高啊 越來越高 所以同樣的腔調的藝術性也會不會跟著再提提升啊 我曾經打過比喻 我說一把刀 如果那個刀刃就是腔調的藝術直性來說 那它的載體不一樣 比如說這個刀的刀體 是木頭做的 那它叫木刀 對不對 木刀的刀刃 當然很鈍 可是這個刀體如果提升到石頭 石頭刀 那麼它的封刃是不是更堅硬就可以切割了 所以它刃度就提升 如果銅 鐵 鋼 乃至於到後來玉 刀刃的鋒利度就越高啊 刀刃的鋒利度等於 所以腔調的藝術的職性 所以腔調的載體 就是決定腔調的音樂藝術性的一個前提基準 那每一個帝王既然有這個腔調 那每一個帝王既然有這個腔調 如果當地的 土音 土語結合成土腔 對不對 土音 土語結合成土腔 歌唱 當地的歌謠 我們就說土曲 如果用這個土曲來演出 當地的地方戲 這叫土什麼 土戲 土戲 一流播出去 像 黃梅 調 就在黃梅縣這個地方 黃梅 調演的戲傳到台灣來 我們就叫它什麼 黃梅戲 懂了沒有 這道理是一樣的簡單 所以 所以腔調劇種就是以腔調為基準 來分爲的劇種 所以黃梅縣的黃梅調就會唱出黃梅戲 對不對 同樣台灣的歌詞 同樣台灣的歌詞調 就會唱出台灣的歌詞戲 昆山的昆山腔 就唱成昆山戲 就是我們說昆劇 那海鹽腔就會唱出海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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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以什麼為分野基準 那海鹽腔調為分野的基準 那麼又有產生一個問題 腔調劇種和體制劇種之間 又怎麼樣磨合呢 如果拿琵琶劑來說 琵琶劇這個劇本 它就這個戲劇的體制規律來看 以體制規律的視野來看 那麼它就是南曲戲文的劇本 對不對 體制規律 因為它用的是南曲戲文的體制規律寫的 這個南曲戲文的劇本 可以不可以做海鹽腔的載體 用海鹽腔的載體 用海鹽腔的載體 作為海鹽腔的載體 也就是說用海鹽腔把它唱出來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同樣的 它可以不可以用昆山腔 作為昆山腔的載體 用昆山腔把它唱出來啊 也可以啊 所以如果琵琶劇是用海鹽腔唱的時候 就體制規律來說 它是南曲戲文 就腔調劇種來說 它就海鹽腔 懂了嗎 可是當它用昆山腔唱的時候 它的體制規律是什麼啊 是南曲戲文 但是它的腔調劇種 它就昆山式 現在懂了這次道理有沒有 就在體腔調的這個關係 好 這就是說 所謂劇種的這個分類啊 那麼一般人呢 常常啊 就被搞糊塗 像這一些都是體制規律的劇種 別曲雜劇 到後來 由哪一個人呢 由魏良府 也可以把它打通用昆山水魔調來唱別曲雜劇 那時候有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別曲昆唱 別曲昆唱 別曲昆唱 南曲戲文呢 在原雜劇 在原雜劇 別曲雜劇很盛行的時候 也可以用別曲的腔調來唱 那就是南調北唱 南調北唱 請問 適合不適合啊 嚴格說來適合不適合 並不太適合 所以我那個梁柱 就給了那個誰啊 別昆的魏春榮唱 用昆山央唱 我總覺得味道不足 沒有那個昆魏的那個 纏綿低迴 就有一點 好像 一個女人呢 說出來的話是男人的嗓子一樣 不對勁 那如果光用腔調來分 就剛才說過了 各位 這三則之間 能把它分清楚的呢 我幾乎還沒看到過 包括 大陸研究 中國音樂的 或者中國 戲曲學院的一些教授 腔調我們說過了 你看大陸的那位 這個王耀華 他拿西方的觀點 所說的腔調和我就不一樣 所以我一個書 把他的文章和我的對比 由事得意呢 去給他做比較 那麼腔調 那麼腔調 這個聲腔又是什麼呢 聲腔啊 就因為腔調 它呢 有一種強勢的腔調 像我寫出來這些啊 他們都是強勢的腔調 可以成為一個腔系 這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拿豔陽槍來說 豔陽槍它原生地是在哪裡啊 江西 豔陽這個地方 可是腔陽槍 傳播到福建 傳播到乃至雲南 地域非常的廣大 他所經過的地方 是不是 經過的那個地方 本身也有他的 也有他的這個方音啊 方言自己產生的土槍啊 那他是外來的 就會產生一種怎麼樣 河流 河流事實上呢 就先鬥爭 鬥爭就會產生什麼啊 你強我弱 或者我弱你強 或者四斤綠底 強大的 來這裡 我贏你了 你就被我寒容在裡面 等於就被我吃掉了 所以你的腔調就被我吸收了 可是我吸收你的腔調 在那個原來強大的腔調裡面 有沒有把人家的元素特質也吸收進來啊 吸收進來的話 雖然強不夠你 可是多少會不會給你產生質變呢 所產生的質變 的這個強勢腔調 和他的原生地來說 面貌相似 差不多 彼此是差不多 可是事實際上能不能完全化等號啊 不能夠 近代的來說 最清楚的 就是 幫子槍 原生於傘肝的龍東這個地方 叫龍東調 就是幫子槍 因為用幫子做打擊月 所以民間就稱它為幫子槍的原生地 它往西到西安 變成陝西幫子 陝西幫子再往山西來 就變山西幫子 也就是說它的強勢 超過陝西 超過山西的土槍對不對 然後又過來 就變荷蘭幫子 幫子有沒有丟掉啊 沒有 也就是說陝西幫子 山西幫子 河南幫子 河北幫子 山東幫子 它的主體是在哪裡啊 在幫子啊 可是為什麼要加一個 陝西 山西 河北 河南 山東呢 因為這個幫子裡邊所吸收的質性 已經有什麼啊 有外來的元素 就整體來說 就整體來說 它是在幫子這個大體系之下 的共性多 外加進來 有 但是 就變成這個幫子的特色 在這個系統裡邊各自有所不同的那個 職性的特色 那像這樣就是叫槍系 所以這些所留步的地方 都是超出海沿 河南 益陽 益陽 益陽昆山 等地的 它的原生地的 出去還保留 這個就叫槍系 而枪系学者一般也称声枪 所以称声枪事实上是指枪系而言 有没有分别啊 有分别 那什么叫唱枪呢 各位想一想这个 唱枪的唱顾名思义 顾名思义 是不是人唱出来的啊 是不是人的口腔里边发出来的声音啊 那这个人是 个人呢还是群体像腔调是 居住在一个区域里边的群众的共性 他比起腔调来他是共性还是个性啊 个性 所以唱枪就是对腔调而已 他是一群人的共性 他是个性 但是他的个性 如果他也是昆山人 昆山枪 就这个昆山人他的唱枪来说 这个唱枪是要以他所属地的腔调为基础 然后发挥他个人的个性 而他产生个性的是有三个元素 第一 每个人有没有各自不同的音色啊 不同的音色 为什么我说话的声音你拿起电话就知道是谁呢 每个人有没有对每一个字音 咬字土音的精准度 你比如说腔调不一样 打个比喻说 江这一代 这恩和恩这两个他就分不开 分不清 所以在他的嘴巴里边 江这一代的人就分不清这恩和恩 恩和恩 我常常在公园里边听到那个印雍啊 印尼的这个移民 他们说话动不动就 就咕咕 我怎么写都写不会 因为他的语音里边 可以精准的咬住那些 那同样的我们在说普通话说国语 有没有人说出的国语就是非常标准呢 因为他的精准度 Bepomopho的那个咬字的精准度 那就是他有发音部位 发音方法 他能掌控很好 所以每个人的口法不一样 还有行腔 行腔就是你要歌词做载体 请问歌词有没有语言旋律啊 歌词有没有意义情境啊 也就是凡歌词都有声情辞情 这个声情辞情把它融会在一起 把词情融入声情里边 利用声音传达出来 那就是声音的高低强弱长短顿挫回旋等等的技法 这个就是行腔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这三则综合起来的这个唱腔是绝对怎么样 一己之特色 这才叫唱腔 梅南方 陈彦秋 寻会生 上小云 都是唱嬉皮奥法 腔调一样不一样啊 一样 他们的音色一样不一样 他们咬着的口法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他们的行腔的技巧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唱腔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梅派成派什么 才能分派 这分派是由什么基准分出来的啊 唱腔 这样你们就搞清楚了 不会再像我的朋友海震说 西皮奥法就是唱腔 这种之类的 好 我们讲到这